眼下随着中国女排告别巴黎奥运会。 目前朱婷、王怨怨这些主力球员也在赖亚文和蔡斌的带领之下返回国内,按照中国排协在最近发布的消息。 接下来朱婷他们将会各自解散,拥有自己的假期和自己的安排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对于球迷来说其实都很感兴趣。 接下来中国女排会不会面临重重? 朱婷后续去向如何? 朱婷之前曾说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,那么后续还会不会继续为中国女排出战国家队的比赛呢? 那么就在最近,在本次奥运会之旅结束之后。 其实我们从网上的报道可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。 首先关于中国女排到底会不会重整的问题。 其实这个答案是肯定的。 因为大家很清楚,包括丁霞、张长宁以及朱婷这些主力球员年龄上都比较大。 估计很难坚持到下一届的奥运会。 在最近的媒体报道中,很多媒体人也表示。 随着中国女排溃败出局之外,郎平时期的几位老将大概率都要告别国家队。 起码很难再参加下一届的洛杉矶奥运会。 所以接下来中国女排估计会引入更多的年轻球员。 吴梦杰这一些00后球员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女排真正的核心。 那么除此之外,在最近,朱婷也做了一个最新决定。 这个决定在网络上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 那就是即将前往意大利继续参加一甲联赛。 之所以这个决定会在球迷群体引发一些争议。 是因为一直以来,有些球迷对于朱婷刘洋都不太理解。 认为在这个奥运会七周期,朱婷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国外打比赛。 在中国女排参加联赛争夺奥运门票的时候,朱婷都没有及时赶回来。 所以有些球迷就觉得朱婷是不是只想在国外打球赚钱。 实际上根本不是如此。 为什么朱婷可以在本届奥运会打出这么好的成绩? 就是因为她利用了这几年一边赚钱,一边进行手术治疗自己的手腕。 一直等到本届巴黎奥运会开始,朱婷才拥有这么好的状态来为国争光。 所以其实朱婷这些年在国外流洋,除了说自己享受赛场上的快乐之外, 我觉得她也是时刻为国家队的征兆做好准备。 所以相信朱婷这一次做的这个决定,肯定会得到赖耀文和主教练蔡兵的支持。 事实上,其实中国女排将来想要重回巅峰,想要取得更好的发展。 光是一个朱婷除去刘洋还不够的。 包括李莹莹、吴梦杰这些年轻球员,都应该争取机会到外面的赛场上去看一看。 也只有这样,我们中国女排将来的战斗力才可以变得更强。 我们不否认了中国女排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。 但与此同时,我们的球员也得与时时俱进。 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,将来再形成一个集体。 中国女排才能够所向披靡。 最后我们也祝福朱婷接下来能够顺心顺意。 重要的是先把她的伤病调养好。 健健康康地到国外享受比赛。 将来如果状态好,也期待她有机会重回中国女排。 帮助国家队取得好的成绩。